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12月8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是呢,北朝鲜的这个事儿 一个是呢,在美国Florida那个枪击案 首先呢,我来跟大家汇报一下 在美国的Florida那个海军基地枪击案的那个事情的进展情况 那个事情呢,美国方面现在还没有结论 它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结论的 但是呢,有一些新的情况浮出 那就是在星期五的上午的时候 在Florida一个海军基地 是美国呢,给它的战略伙伴 来培训飞行员的一个课堂里面 发生了一个枪击案 那这个枪手呢,它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 大家都知道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中东的战略伙伴 在美国的两年多了 给予了他们三个人很高的一个肯定和奖赏 说他们三个人是大公无私 出现情况呢,并没有各自逃命 而是呢,挺身而出 去对抗这个凶手 从而保证了其他人的生命 就是这个凶手开枪的时候呢 这三个人他们没有跑 然后他们就冲上去 要制服这个枪手 但是呢,很显然就没有制服得了 反而是他们三个人失去了生命 那之后呢,他们海军基地的警卫人员就来了 来了以后,在跟这个枪手 两个人啊,两个人跟他的枪手进行了交火之后 到最后就把这个枪手打死了 一共就死了四个人 包括那三个美国的海军士兵 还包括这一个枪手是沙特阿拉伯人 那其中呢,还有其他的 我昨天说是五个还是八个人也受了伤 包括赶来的官员两个 现在呢,这个案件就交由FBI来侦查 现在就知道 这位沙特阿拉伯的军官呢 他是在美国受训的 他今年呢,也是年仅21岁 那这事出了以后呢 现在FBI已经是搜查了他的驻地 找出来了他一个手机,一个电脑 那根据他的手机和电脑呢 就知道他在推特是有账号的 在推特里面呢,他曾经发过一些推文 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他推文的内容 他推文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说 他恨美国人 他不是针对美国人民的 他是针对呢,美国政府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支持和资源那些 对穆斯林进行打压的那些个行动 所以呢,他就恨他们 现在他这个推特账号呢 已经被推特给关闭了 然后昨天呢,又发现了一些情况 就是他不是在那受训吗 不光他一个人啊 他也有一些老乡啊 沙特阿拉伯的一些老乡 那他跟他一些老乡呢 也经常有聚会的 前一阵子是在感恩节的时候 他就跟他们一些老乡 就去了纽约去玩了一趟 在纽约期间呢 他就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啊什么的 那些事情呢 好像对这个案件呢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也没有什么联系 那在星期五之前呢 他还参加了一个party 就是一个聚会 在这个聚会上呢 他们就看了这个视频 看了什么视频呢 就是那种大规模枪击的那个视频 不知道是不是这视频呢 对他有触动啊 还是对他有启发啊 还是怎么样 然后他这个枪呢 是一个合法的枪 他在美国不是已经都两年多了吗 根据美国的法律 你即便是在美国短期访问 你也可以合法的拥有枪支 他呢拥有这个美国猎枪的枪证 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枪 我不是很清楚啊 为什么说猎枪的枪证 也可以拥有手枪 好像就是打猎的枪里面 也有手枪啊 就手枪也是不同功能的 有的可能是战场上用的 有的可能是打猎用的 这个呢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反正呢这个媒体报道是说呢 他这个枪是一个合法的枪 而且现在调查的结果是 他跟那些恐怖组织没有联系 除了说他在推特里面 发了那些个话 听起来呢就是有点挺那个 那些话呢听起来就是对公众的安全 还是蛮有威胁性的 我看了报道说呢他说那些话 说以前呢都是炳拉登他们 开打他们经常说的那话 等于说他那话呢是引用了那些恐怖组织 说过的话 除了这点以外没有发现他跟恐怖组织 有什么联系 而且呢就是他当时开枪的时候 他有没有同伙 这个现在呢目前也不知道 这个案件FBI当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调查当中之后呢应该也会有报道 毕竟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情啊 尤其是他们是一些来自于沙特阿拉伯 受训的飞行员现在有这种思想苗头 对于美国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 想一想911的时候 911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任何的症状呢 突然就发生了那么大的一件事 所以美国应该是很害怕的 好这件事呢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然后呢我跟你说一说关于北朝鲜的这个 北朝鲜的这件事情呢在美国引起来的轰动呢 没有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海军军官对事的影响大 因为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事情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更现实一些 而朝鲜他的那个威胁呢 其实并不是很现实 因为朝鲜他在国际社会上 他是没有什么power的 那昨天呢北朝鲜就通过他们在联合国的大使 就发了那么一个声明 说我们现在呢要停止跟美国进行对话 同时呢朝鲜呢又试涉了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说他们又试涉了 朝鲜他自己的媒体发的消息 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试涉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试涉 这个呢会改变他们美国的国际政治立场 和他们的政策和策略 这是他们这个媒体所报道的 那这件事出了以后呢我昨天就说了 就他们声明说不再跟美国进行谈判了 那我昨天看到CNN的报道里面呢 他就说他们的记者就向美国白宫方面 就要求他们呢进行回应 但是呢白宫任何的方面 白宫的国务院呢 白宫的国务卿办公室啊 还有他们这个国防部啊 这些个部门呢都没有任何人回应 这是昨天 那今天呢我就有看到了 现在呢他们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回应 有些人就说呢 朝鲜的这个三胖啊 哎我说到这儿 我跟大家声明一下啊 有时候呢我就管他叫三胖啊 有时候叫习惯了 又有私家我就老说三胖三胖的 我这个呢对他其实毫无那种轻视污蔑性啊 毫无侮辱性啊 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蔑视 就是一点那种立场都说明不了 我就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昵称吧 其实也挺可爱的 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有孩子呢长得比较胖 然后呢我们就管他叫小胖 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名字不仅不叫小胖 甚至叫韩小胖 但是呢我们的名字可不是叫小胖 就是这么一个昵称了 还有呢很多的华人就管加拿大的那总理叫小土豆 这也没有任何的轻视蔑视啊侮辱性 没有任何侮辱性 只是大家对他的一个昵称而已 那金正恩我尽量管他叫金正恩啊 那他们就说呢这个金正恩呢就是让川普给惯坏了 因为这个美国方面呢跟北朝鲜呢他们一直就是在谈这个区核化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中间呢这个川普他就插进来 而且他插进来了以后呢对这个金正恩呢极尽那种夸奖的那种口气 给了这个金正恩等于说很大的面子 然后因为川普的这种态度 这个美国人就认为啊 因为川普的这种态度就使得这个金正恩有一点得意忘形 然后他们这个朝鲜啊以及金正恩 他们就不愿意跟除了川普以外的人来谈这件事情 等于说美国呢他们有人在做这件事 但是呢朝鲜方面拒绝跟低级的这些人员进行讨论 北朝鲜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川普呢我就看到他今天昨天他没有回应 但是今天呢他在推特里面他发了两个推特 那他这个推特里面就说他说金正恩呢太聪明了 他会失去很多 实际上他会失去一切 如果他采取这种敌对的态度的话 他应该履行我和他在新加坡所达成的协议 好像他在新加坡他俩并没有达成协议啊 川普他特别爱这么说 说金正恩你不要毁了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你要再这么做 我跟你之间可不再是好朋友了 非常的逗 说你这么做呢你就是为了影响我的大选 而金正恩呢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金正恩指责这个川普他们 说你这么做 你一直跟我谈这件事情呢 一直都是一个拖延的一个战术 实际上呢你就是为了你们国内的考虑 换句话说呢为了你的大选啊 为了你国内的那些股票行情啊之类的 当然这些他都没有说 他就是那意思 还有呢他之前有说 哎今年年底之前你必须得跟我达成协议 你要不跟我达成协议的话 圣诞节我会送你一个大礼 这个大礼是什么就看你的态度了 那美国方面说我天哪 虽然说明说谁不知道啊 你就要试射呗 他试射如果是短程导弹的话呢 川普根本就不在乎 川普比较害怕的是长程导弹 所以说这一次也就是昨天 他们北朝鲜到底试射了一个什么东西 美国呢还要拭目以待 川普就说了 川普有一个讲话 在讲话里就说 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来看看 我们等着看到底是北朝鲜要干嘛 好关于这两件事呢 我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